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CAMMA其實有兩種專案分享檢視的方式 那它的效果是不大一樣的喔 不知道你有沒有發覺到 首先呢 我們最常見的就是用 這個叫做警工檢視連結 那麼這種方式的話呢 它在打開CAMMA 不管是簡報 或是您任何的其他專案 它都會像這樣 只有顯示整個頁面的內容 但是呢 可能在下面這邊或上面這邊 就只有一個黑色 當你滑鼠滑過去的時候 在這邊呢 才會顯示 比如說你對於這個 簡報的心情 或者是呢 你想要把它 調到不同的頁面 從這裡就可以開啟它的頁面縮圖 檢視 或者群幕的縮放 甚至呢 你去取得它的共享網址 不過這樣的方式 其實有些時候 有些人會覺得這樣流來的比較不方便 那我們先看一下 以這一份簡報來說 我就先用 警工檢視的 我把它複製之後呢 拿到這邊來 您就可以看到我剛才所講的 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如果你要看到全部 所有的頁面縮圖 我就點這邊 那點到這裡呢 它就會進到這個頁面 這是我們 平常預設的第一種 那接著呢 我們來看看 第二種方式 第二種方式呢 這個就是具有 此連結的使用者 你可以檢視或編輯 原則上我們是以檢視 你就是說共享的方式來看 那這種方式呢 跟剛剛的會有一些不一樣 因為呢 它會給你一個 類似看法的編輯界面 所以這樣子呢 我們在跳這個頁面的時候 相對會比較方便 此外呢 你也可以在它的下方 這個也是最近 CAMMA新增的功能 就是有比較時常 那簡單來說呢 預設就是 一頁一頁的 好像簡報一樣 那你如果 你在這邊把它做一個切換 它就會變成像 影片剪輯模式 你可以直接播放 它就由第一頁直接播放到最後面 所以這個是它 跟之前那個比較不一樣的 此外就是 用這種方式分享的 使用者端只要登入 編輯碼帳號之後 它就可以建立一個 這個簡報的副本 或者直接把它做一個下載的動作 而且呢 它也支援 您直接透過關鍵字的方式 你可以按下Ctrl加F 來找到所有頁面裡面的文字內容 這樣的方式呢 就跟我們真正在編輯 跟CAMMA專案檔是一樣的 而且呢 這裡還有一個比較不一樣的 就是 你打開這個打算之後 如果您還沒有登入CAMMA 它預設會 自動幫我們用一個 匿名的使用者 來登入這個簡報 那麼 簡報的擁有者呢 就可以看到 有人進來這一個 簡報裡面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像這個是使用者端 然後呢 這是擁有者端 它就會告訴你 你有看到有一些用所謂的 可愛的 有趣的動物 名稱的名字 那就是透過 沒有登入CAMMA的 所 產生的一個密稱 那這樣的方式 其實跟我們使用Google文件 去開放匿名編輯 是一樣的方式 那我們現在呢 就來試看看囉 一樣按下分享 具有這個連結的可以供應檢視 然後把它複製起來 拿到我們剛剛的物行模式裡面來 我們在這邊 我們在這邊 我就用另外一個分頁來看 現在您就發現了 有沒有 這裡就 產生另外一個 額苗 那您在這邊 要做這個 簡報的切換 就相對比較方便 而且呢 你看在下方這裡 它也可以直接 針對我們的簡報 直接做縮放 那剛剛的時長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您可以直接 透過這裡 就進行 我們整個影片內容的一個播放 從檔案這邊 就可以做 建立副本或下載 當然這兩個動作 還是需要做 CAMMA的登錄才可以 好 這個是 我們跟大家介紹 在CAMMA裡面呢 其實現在有這兩種 不過這裡我們補充一下就是 依照官方的說法 其實CAMMA現在也支援 匿名的 瀏覽跟編輯 只是我目前的版本看起來 是只有支援匿名的瀏覽 那可能 你會再過一段時間 就會看到 即使呢 你沒有登錄CAMMA的帳號 我們 給使用者這個連結的話 它甚至就可以一起 跟你做編輯喔